- 明天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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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久沒有出來夜抱 - 今晚帶大家出來夜抱一下 - 看看現在的時加坡 - 晚上的熱流程都是怎樣 - 疫情以來 - 都沒有出來夜晚走 - 今天帶大家來金鐘城 - 其實我第一次夜晚來金鐘城 - 聽說金鐘城夜晚 - 是非常熱鬧的 - 這裡有很多食物 - 很多飲食 - 很多珍珠奶茶店 - 甜餅屋這樣的東西 - 今天帶大家逛一下這個金鐘城 - 講起我其實 - 都沒試過夜晚來金鐘城 - 這個Pasar - 起的時候 - 都沒什麼店舖 - 沒什麼店舖的 - 現在就 - 真是 - 開神 - 金鐘城 - 就有很多的 - 北方口味 - 有粵菜 - 南方口味 - 珍珠奶茶 - 真是 - 要數個珍珠奶茶 - 真是 - 很多間 - 這裡有一間 - 唐記甜品 - 大家可以走去看 - 其實 - 差很多車 - 很熱鬧 - 現在我拍攝這個時間 - 是9點多 - 很久沒有見到 - 這麼熱鬧的情景 - 這間 - 又是吃甜品 - 日本藥妝店 - 哇 - 讓我想起 - 夜媽媽在日本的新宿 - 一定會抱這個藥妝店 - 非常好 - 真是 - 魏彤店 - 上一次我做這個 - 街頭訪問的時候 - 有問過些人 - 有沒有喝過 - 氣騰? - 這個叫做氣騰? - 有很多人都未聽過 新東西來的 這個是夏爾濱的蕭蕭王 好 我們走去 對面看一下 講一下金鐘聖益的位置 就在Midland 就在麥尼庫爾 南一點 Finch以北一點 就是在士嘉堡邨旁邊 和美南中心 在美南中心和士嘉堡邨的之間 嘩 有點談想的 或者有很多人 新移民 尤其是新移民和回流的朋友 可能未必知道這裏 這個位置就是士嘉堡 再繼續帶大家到處看看 大家看看這個 情景 是否好像我們亞洲 香港的大排檔 多有特色 這些全部 這些全部 應該就是 北方的食物 今次的包裝 波巴堡珍珠奶茶 旁邊這家呢 叫做Snow Tea 好,旁邊這間就是 走遠一點給大家看 這間就是那間 之前我試過在YangGuy買過 叫韓國的熱狗串燒 外面也挺多人排隊 旁邊賓米雞 然後走下一點 其實這裡是很多北方野 旁邊有間XA Time珍珠奶茶 然後這間也有很多人排隊 Chicken Plus 它有韓文 我猜應該是韓國雞 都幾多不同的族餘的人喜歡吃 旁邊雲林 雲林海鮮館 我猜是南方菜 難得見到繁體字 我們繼續走下去 看看下面有什麼 大排檔 很棒 有些風味 坐在外面 很懷念在香港 或者在馬來西亞 在街邊吃東西 近一點 旁邊這間叫串串香 走到這裡 已經聞到一些羊肉的酥味 串燒打火鍋 真的好久我打火鍋 好想著打火鍋 旁邊就是電器鋪 三星那些 晚上當然不要開了 旁邊就是Diari Diari的珍珠奶茶 都是很受年輕人的追捧 旁邊就是黃金海岸 養生匯館 有一根牛頭 牛丼飯 日本牛丼飯 都很受歡迎 都很受歡迎 很掛念日本的牛丼飯 吉野家 接著我們再走下去 這條呢 沒有那邊就這麼熱鬧 不過也有一些 餐館在這裡 龍門真 嗯 現在呢 走一個圈 走一個圈 這條的車 即是給我回想到以前 早十幾二十年 例如我們去這個 Common Skate 哇 那些靈車真的多到不得了 那些年輕人呢 駕駛的靈車 尤其是那時候很流行改車 很多車都用來改到七彩 那現在我看到 現在那些人的 即是駕駛那些 很少人改車的 全部都是靈車的 Audi Benz 以前我們 哪有看到 周邊有Benz 通常那些年輕人 都是用車來改 現在全部都駕駛出來 寶馬Benz 即是說開又說 真的很久 沒有晚上來夜抱 今天就順便帶大家出來夜抱一下 金鐘城呢 我都是第一次晚上來 就 即是想不到 其實金鐘城 原來是這麼熱鬧的 之前我也有朋友跟我說 你晚上來金鐘城 真是很熱鬧的 多食物 即是現在疫情 很多放一些湯 在外面 好像大排檔一樣 即是給我感覺 哇 好像香港人 在馬來西亞 晚上去吃飯 坐在外面那種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可以來金鐘城 還有珍珠奶茶 又多 甜品 又多 有時候 跟一家人 吃完飯 可以來這邊 吃點甜品 喝點珍珠奶茶 這樣 今天真是 給我回想回以前 出來夜抱的時候 那種的緊張 又賠禮了 哈哈 都是第一次 來金鐘城 所以拍給大家看一下 金鐘城 是什麼情況 影片到這位置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 BYE BYE